这球背后产球犯规了 应该是韦诗豪吧 对那场上长时间球不在脚下 韦诗豪这个自己已经跟自己开始较劲了 对 一张黄牌 这个就是张红牌了 这应该是个红牌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犯规 裁判手下留情了 这个是在 咱们说是友谊赛的比赛当中 但是如果真是正式比赛的时候 那裁判有可能就是一张红牌 这家处罚一定也会有 如果是正式周期大赛的话 这个动作逃不过去了 所以现在作为是豪来说 他的进攻 有自己非常鲜明的这种特点 但是在这种情绪的把控上 这个一定要提升 他差的不是一星半的 第一场比赛他其实也有一个背后 扫对方腿的动作 吃到了一张黄牌 而且这种动作的话 很容易让对方这个脚踝啊 这有可能就 这个对职业运动员来讲 是必须要避免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都是靠这个吃饭的 对 你在踢人家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人家会不会也这么踢你 如果大家都秉承一个原则 是我们不要伤害对方的职业前景 不要伤对方的范碗 大家都不做这个动作 环则半 对方这是个编后卫啊 编后卫要对你前锋 这么做的话 你有可能就失去这个范碗了 最踢的是19号 舒库罗夫 舒库罗夫第一场比赛 在后腰位置上打得非常好 要换人了 这是要换人了 阿哈麦多夫要 阿哈麦多夫要